我看到现在在本土病例的部分 已经破百的县市 包含了有新北台北桃园 苗栗县金龙市 彰化县台中等等 而且当中在新北5000多例 台北有3000多例 那在医护的部分 也有爆发了一些感染 首先先来看到 在国军台中总医院 专责病房的护理师也染疫 还有彰化呢 是有这个护理人员 已经打了AZ的疫苗 在5月中就打了 但是现在依旧是出现染疫的状况 还有空军北部两个单位 有6名的官兵确诊 所以现在这个院内感染连环报 包含了新北市三峡的恩主公医院 一位患者入住当时裁剪阴性 但之后高烧胸腔发炎 披下检测阳性确诊 但是他入住一般的病房 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 到9号为止 接连交叉感染同个楼层7个人 甚至有一名病人 当日确诊死亡 医院紧急匡列 隔离71名的医护跟病人 但现在有内部的人来踢爆群聚凶手 就是院方将隔离人员 一般病人混居 而且没有做整层的消毒 才会接连感染 医院群聚事件不断传出 新北市三峡恩主公医院 也确定沦陷 11楼病房 7人确诊 还有一人不幸身亡 医院上下风声鹤唳 上个月底先是有两名清洁人员确诊 另一名病患 二十二号入院治疗 起初PCR阴性 但一周内高烧不退 胸腔发炎恶化 二十九号PCR确认阴转阳 但过去的一周 他都住在一般病房 疑似造成交叉感染 其他三名病患 照服员看护护理师 一共七人确诊 当中一名九旬老翁 当天确诊 当天身亡 院内医护更爆料 会发生群聚传染 院方大有疏失 虽然匡列了七十一人 却让隔离的医护 住在院内 和一般病患混居 照服员送餐时 疑似也没着全套装备 更没有整层楼消毒 痛疲院方反应 慢半拍 院方回应一切符合规范 已经给医护最完善的照顾 新北疫情升温中央无力管控 旧发状况牵连前线医护 让医疗量能彻底崩毁 记得新北市综合报道 彰化有确诊的护理人员 他平常负责是专责病房 因为是高风险族群 所以五月份他施打AZ疫苗第一剂 结果经过14天之后 医院做了例行性的筛检 是阳性确诊 而彰化卫生局长叶彦博就说了 施打疫苗第一剂 可以减少重症的机会 但是对于预防传染 并不是百分之百 医护人员排排站准备打疫苗 医院人员整天和患者确诊者接触 是高风险族群优先施打疫苗 但还是有人中标 医院主动针对专责病房里面的工作人员 去做筛检发现的 彰化九号新增三名确诊个案 其中一名护理师他五月才施打 第一剂AZ疫苗 平常负责专责病房 没想到院方进行例行筛检 竟发现他呈现阳性确诊 好险后续裁检上百名接触者 全都是阴性 他打过疫苗了 打过14天了 打完疫苗我们知道 他是可以减少你重症的发生 可是他对传染的预防实际上并没有 另外先前60岁确诊 复人案公布新足迹 他在万华从事按摩业 疫调搭乘核心科运先到台中 巢马转运站后 再搭计程车回到彰化哥哥家 横跨三线市最后被筛检确诊 60岁北漂赴返乡后 重感冒被眼间居民怀疑染疫 最后证实确诊闹得人心惶惶 除了当地地毯室消毒 后续和核心客运 以及继承车路线足迹 有重叠者都必须赶紧狂烈筛 防堵疫情扩散 记者综合报道 好谢谢夏大雨按赞支持中天 马道志也按了 谢谢你叶小昌也按赞了 TC说中天加油 蔡雅芳 谢谢大家都已经来帮我检查一下 按赞了吗 如丽英 如果说你还没有检查 帮我看一下是不是也按赞 好这个王金生 还有许才柳来了 大家都按赞 好谢谢你同时直播连结 赶快再帮我分享 给你更多的好朋友 来加入我们中天午报 再来看到依旧跟疫情有相关 台中9号再新增一例的死亡个案 这是一名80岁的老先生 原本他是轻症病情稳定 但是9号凌晨突然发高烧血压下降 成为台中第二起的死亡个案 另外在台中国金总医院 昨天在这个突然脸书上也公告了 即日起暂停急诊 住院还有各类筛检服务 原来是出现一名负压病房的护理师 现在也出现了确诊的状况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匡列了 包含有职场的接触者27个人 家庭接触者三个人 病患以及陪病家属 现在总共匡列37个人裁检 而这名44岁的护理师呢 他的CT值高 现在医院门诊照常 住院病人是不进不出 也没有封院的打算 台中803医院大门管制森严 因为院方在深夜宣布 即日起暂停急诊住院服务 还有各类筛检服务 敏感时刻是否爆发院内感染 院方紧急出面回应 证明44岁护理师 是专责病房照护 卫生局紧急匡列接触者 职场27人 家庭3人 病患及陪病家属7人 目前刷验的结果 有13名人士 初步刷验的结果是阴性 其余的还在等待结果 相关疫调工作 我们会持续来做掌握跟进行 据了解这名护理师 已经打过疫苗 但CT值高 传染力较低 院方说目前门诊正常 但病患不进不出 也没有封院打算 另外台中也在9号 新增一名死亡案例 80岁老翁从轻症转重症 9号凌晨突然发高烧 血压下降 本身也有心脏病 肾脏等慢性病 最后家属放弃急救 还有龙井区家庭群聚确诊 再加一 他是案号8758的先生 也就是之前龙井 大度的一位女性的先生 那这个先生是在某工厂 担任警卫 台中疫情看似确诊数平缓 但呼吁民众 千万别掉以轻心 非必要别出门 进出医院也得做好 万全保护 记者十月文 李云洁台中报道 疫情延烧 很多人不敢出门 大家呢 是上网来订购物流公司 现在扛不住巨大的货量 家里大量物流 开出了第一枪 针对双北桃园新北县市等地 暂停低弯宅配器件 服务到6月12号 另外在黑猫 宅机变宅配通 陆续跟进 以及外岛澎湖地区 迅满也都暂停配送 冷冻海鲜货品到台北地区 但是在花莲的花叔宅配箱 供不应求 一个礼拜卖出有700箱 一箱又箱 兰姿力装满着新鲜蔬果 工作人员细心胜选蔬菜 把这箱分成四小格 陆续放入根筋类 叶菜类 甚至香菇 番茄 红的 绿的 紫的 黄的 品相应有尽有 最后打包封装 这就是现在当红的花叔宅配箱 经过多数检验 在在劝保安全认证 话说宅配箱分成大小 箱配菜进行宅配 虽然没有积鸭鱼肉等肉食品 不过对于特殊时期 民众还是相当捧场 一个礼拜来讲 差不多是在700多箱这样子 外线市来讲 占了将近90左右 在地的话是10%左右 疫情持续失控 导致全台各大宅配公司 也整个忙翻 因为扛不住庞大货量 将暂停低温宅配服务 家里大容物流开除第一枪 8号到12号 双北 桃园 新竹 县市等地 将暂停低温宅配 而黑帽宅机变 也是6月9号将调整 这些县市的低温包裹货量 并暂停一般消费者低温基建服务 至于宅配同也在10号起 陆续跟进 外到澎湖的冷冻海鲜货品 远章暂停配送到台北地区 现在北部都没有说 因为它是台车啊 过量全部起到到台北地区 所以过送不完 各大物流的低温宅配服务 临时喊咖 恢复时间还得看疫情状况 再做定夺 记者留记叫 陈寻白 赵沛与花莲采访报道